日前据香港媒体爆料,57岁高龄的朱丽倩再度怀孕,还是个男孩。 媒体拍到朱丽倩低调出国,可能与怀孕有关,但则被刘德华否认,称如果真有喜事,会在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。 刘德华向来处事低调,对家庭的事务更是谨慎,也不希望媒体影响到家人的正常生活。 曾在2012年,刘德华的千金出世,不小心被媒体曝光后,刘德华怒批媒体,并声称不会让家庭和孩子出现在公众视野。 作为30年的天王老粉,我也希望刘德华能够再添一个男孩,至少粉丝是很想看到这样的习讯,也还可以打破媒体宣传的四大天王无一而的魔咒了。 当然,刘德华喜得贵子可能是假消息,但是既然说到了这儿了,作为刘德华的忠实粉丝,是真的很羡慕刘德华。 朱丽倩能够把千万少女的梦中情人占为己有,还能牢牢锁住刘德华的心,可见朱丽倩的智慧非同寻常。 刘德华和朱丽倩的相识可以追溯到1986年,当时刘德华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歌手和演员,而朱丽倩则是一个普通的模特。 两人在拍摄一部电影《英雄本色二十相遇》,朱丽倩在片中饰演刘德华的女友。 据说当时刘德华对朱丽倩一见钟情,但是朱丽倩并没有对刘德华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 两人在拍摄期间只是保持了正常的工作关系,并没有发展成恋人。 1987年,刘德华在香港宏馆开了自己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,这也是他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 在演唱会上,刘德华邀请了朱丽倩作为嘉宾出场,两人合唱了一首《真永远》,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们之间爱情的开始。 据说在演唱会后,刘德华向朱丽倩表白了自己的心意,并送给他一枚戒指。 朱丽倩被刘德华的真诚打动,接受了他的追求。 从此两人开始了低调而稳定的恋情。 由于刘德华是公众人物,而朱丽倩则是一个非常低调和内敛的女孩,两人都不愿意将自己的感情暴露在媒体和公众面前。 因此,他们十分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恋情,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出现。 即使有时被记者拍到两人同行或同住,他们也只是承认是普通朋友或同事,并没有承认恋情。 1990年代初期,刘德华事业越来越红火,他不仅在香港、台湾、大陆等地区拥有大量的歌迷和影迷,还开始进军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等国际市场。 他的演唱会、电影、电视剧等作品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他也成为了亚洲最具影响力的艺人之一。 然而正当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,他却遭遇了一场生死结。 1992年4月27日,刘德华在拍摄电影《新上海滩》时不幸遭遇枪击事件,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角穿过,导致他左眼受伤,面部神经受损,左脸部分瘫痪。 这对于一个靠脸吃饭的艺人来说,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 刘德华在医院接受了紧急手术,并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。 在这段时间里,朱丽倩一直陪伴在他身边,给予他无限的关心和支持。 他不顾自己的工作和家庭,每天都在医院陪着刘德华,给他喂饭、洗脸、按摩、聊天等,让他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。 在朱丽倩的陪伴和鼓励下,刘德华渐渐恢复了健康和信心。 他开始重新站上舞台,继续拍摄电影和电视剧,重新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和魅力。 他也开始更加珍惜和感激朱丽倩对他的付出和牺牲。 他觉得朱丽倩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人,他决定要娶她为妻。 1996年,在朱丽倩怀孕后,刘德华与她结婚,并于1997年1月8日迎来了女儿留相会。 刘德华对女儿非常疼爱,也对妻子非常体贴和尊重。 他不仅给朱丽倩卖了豪宅和名车,还给她投资了一家服装公司,并让她做老板。 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工作,而是尽量抽出时间陪伴家人,享受家庭生活。 然而即使结婚生子后,刘德华仍然没有公开自己的婚姻。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公众人物,而朱丽倩是一个普通人,如果公开自己的婚姻,会给朱丽倩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压力。 他也担心自己的粉丝和影迷会因为自己结婚而失望或伤心。 因此他选择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,让他们远离媒体和公众的关注。 直到2012年6月9日,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与朱丽倩的结婚证,并写道,我结婚啦,谢谢大家。 这才正式宣布了自己已经结婚的事实。 这也是刘德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有妻子,并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与朱丽倩的幸福生活。 刘德华与朱丽倩的恋情被曝光后,他们也没有受到太多的负面影响。 他们的粉丝和影迷都表示了对他们的祝福和支持,认为他们是一对非常般配和幸福的夫妻。 他们的事业也没有受到影响,刘德华仍然是亚洲最受欢迎的歌手和演员之一。 他的演唱会、电影、电视剧等作品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他也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和奖项。 朱丽倩也在自己的服装公司经营着有声有色,他的服装品牌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和认可。 刘德华和朱丽倩之间的恋情可以说是一个传奇,他们经历了相识、相恋、相守、相伴、相如以沫的过程。 他们也经历了风风雨雨、生死劫难、隐忍沉默、坚守承诺的考验。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对方的爱情和忠诚,他们也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保护了自己的家庭和幸福。 他们是一对让人敬佩和羡慕的夫妻,他们也是一对给人启示和感动的恋人。 刘德华和朱丽倩之间的恋情不仅是一个个人故事,也是一个时代故事,也是一个文化故事。 他们代表了香港乃至亚洲最优秀的艺人和艺术,他们也代表了香港乃至亚洲最美好的爱情和婚姻。 他们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展现了一种独特而又普遍的价值观和人生观。 他们用自己的感情经历展现了一种真诚而又坚定的爱情观和婚姻观。 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感动,也给我们带来了启发和教育。 刘德华和朱丽倩之间的恋情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而又美好的爱情故事,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功而又幸福的婚姻故事。 他们是一对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夫妻,也是一对值得我们尊敬和祝福的恋人。 他们是一对让人敬佩和羡慕的夫妻,也是一对让人感动和启示的恋人。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离不开一个优秀的女人,这句话对刘德华来说确实如此。 从1986年至今,刘德华在外拍戏和演出都未传过任何绯闻。 甚至曾经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,刘德华都未公开承认过自己的女友和老婆是朱丽倩。 而朱丽倩在承受着这种隐形的压力下,依然选择退出荧幕,一心一意照顾家庭,心甘情愿做天望背后的女人。 照顾家人和孩子,这真不是一般的女人。 37年的爱情佳话,不但需要彼此信任、尊重和包容,更需要不要在乎外界的眼光,彼此默契,达到一定高度,才能拥有像天王和天嫂的这般禁忌。 综观整个娱乐圈,像刘德华和朱丽倩这样的明星夫妻典范,真的为数不多。 有不到一两年就解散的,有家庭暴力的,有选择和平分手的,比比皆是。